主持人 思涵 我想问一下 我刚才听你说到一个 就是想选一个互联网的公司 就是你选择了 质疑的时候 为什么想选一个互联网的公司 因为我觉得互联网的话 是现在大家 就是一个热门的行业吧 然后自己也比较了解 然后 是因为热门才选它 还是说你平常的兴趣爱好 花了很多时间 你了解互联网哪一块 你刚刚说你比较了解互联网 你就说杨潘 他们那个亚唐你了不了解 它是个什么企业 它是不是个纯互联网企业 怎么说呢 我觉得它是介于互联网企业 和就是 比较传统的企业之间的 一个这样的角色 就是掌握了一些 互联网企业的优势 同时也具备了一些 传统企业的一些特质 精神题也太简单了 这个题对你还挺关键的 因为你那个商科 在英国排名也挺靠前的 对吧 你们的商学院很有名气 但是你再回答 这么一个简单的定义的时候 你都找不着那个逻辑 那个点 没错 其实我觉得关键不在这儿 我在想思涵 你在做一个选择的之前 你会去做哪些功课 因为我发现 你在做很多选择的时候 其实你选了一个东西 你其实还不知道 那个东西是什么 而且是他跨专阅考的研究生 对 是的 你说说解释一下 为什么选这个 因为我在本科的时候 读的是 国际文化交流 就是国际文化交流 这是传媒方向 但是我们比较注重的是 理论上的一些学习 然后在研究生过后呢 我想从事一些更 与实践相关的项目 于是我选择帝国理工 这个战远营销专业 这个跟行销有什么关系 你忘记了他说的一句话 他这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情 寻找更多的可能性 思涵 我觉得啊 我跟你讲今天所有的矛头 都指向了一件事 这件事因为你 我跟你讲啊 太绕 你当时把一个问题解释清楚 就结束了 就是我为什么要参加菲尼莫属 对吧 大家就搞不灵清 或者是觉得他把上菲尼莫属 这件事情 他的初衷就是 他开头就说了 我想在座的各位 12位boss 能够给我一个职场 一个咨询 或者是给很多建议 大家如果再这么聊下去 就有点慈悲了 所以 人家我就纯粹来 我现在有一份好工作 我就是想来再看看 不可以啊 这个我想说两句 在职场里有这种现象 就有些人不断地是为了 满足自己 小我的历练和提升 在寻求着不同的就业机会 但是他没有考虑 跟企业之间的企业关系 我们不是自卑 对吧 我们也不认为 我们出不起同样的待遇 而是我们认为 那样的企业 你都没有考虑要留下去 我们用什么留你 是用薪酬留还是用什么 我们要知道策略才行 当你又说不出所以然的时候 我们就茫然了 我觉得仅凭一个 这个几分钟的对话来说 确实不能展现 我各方面的能力 所以对于这个环节 我是非常遗憾的 所以从第一个角度